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馆长 不知这位是 如风 我给你介绍啊 这位是朝鲜来的花郎道高手崔正金崔师傅 崔师傅 听你刚才的言语貌似很有自信嘛 不敢当 只想讨教一二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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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气还不小呢 如风 没事吧 六馆长 你们武馆不是人才技技吗 我花这么多钱养个武馆 不是要你们丢人现眼的 大帅请息怒 馆长和这位兄台 只不过是礼让罢了 本身就是切磋武功 不过在下对中国功夫 倒是很失望 没想到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 谁说中国功夫不堪一击 你是谁 在下朱飘逸 口气不小 你练的是什么功夫 太极拳 太极拳 就是被我打倒的 这位兄弟使用的功夫 他是我师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明天可以再来 到时候我再陪你过几招 不知道崔师傅可否赏脸 如果还是这种水平的话 我想就不用浪费我的时间了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难道崔师傅你害怕了 笑话 我何时怕过 好 明日我定来赴约 听说昨天的陈师傅 和你的太极拳 都出自陈家沟太极门 今天希望你能好好证明你的实力 否则我会对所有 练中国功夫的人 都产生怀疑 什么东西 是与这么药无仰威的吗 少安无躁 城外与否就敢飘逸的了 承让 今天飘逸为什么打得这么散乱 飘逸今天不主动出招 而是看着崔正金出招后 迅速地做出反击 也不便用万别 这样反而崔正金流无从判断 也就无从下手了 原来如此 展规影院 祝福 我败了 任凭你处置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你走吧 这煉滋 追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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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飘逸 把我是乱乐的 你不动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陈长门过奖了 飘义 这次我不屑去箭头了 你要小心 准备好了 去看吧 这样就不行了 这已经是我打倒的第四个了 看来中国武术太让我失望了 什么东西 却是画拳修腿 我已经替了暗示三家武馆 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我 没想到你们上海国书馆 这么让我失望 你 你是馆长吗 来 和我打 如果你输了 让我来当馆长 我要把那些筷子一样折断 你干嘛 馆长 馆长 让我们上吧 不 他既然提到我 我就必须上 你们别拦着我 我来 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 我来解决就好了 这位兄弟 你是 刘馆长 等我教训教训这小子之后 再自我介绍吧 这个兄弟 武术是用来强身见底的 不是用来打架斗殴的 我这叫先礼后兵 如果说你再不知好歹的话 那我就要动手了 你们中国人话真多 打到你后再说 加油 好 你是什么人 我就在跟他打的 在下朱飘逸 我管你是谁 我刚刚差点打败他了 现在你上来了 算了 你来吧 飘逸 小心啊 你们看什么 我告诉你 这完全不公平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 因为我已经累了 在你上来之前 我已经打倒了五个人 你等着 等我回去好好睡一觉 然后我回来 把你打倒 就像打倒你的朋友们一样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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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我们国术馆的宗旨是 金武强身 传承国粹 我们以武会友 增进交流 一向遵守公平公正 安全的原则 好 我下面宣布 国术大赛正式开始 有请第一列出队的 二位选手 我宣布 国术大赛正式开始 我宣布 下一组出场的是陈如风 对战的是金刚 如风 别紧张 打出你自己的节奏 比赛 开始 爹 我宣布 本场比赛获胜的是 陈入风 打到 最后那一招太帅气了 下面出场的是马宁儿 对五十林 我宣布 比赛 开始 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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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本场获胜的是马宁二 好 好 来人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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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场张小冉 师哥 你太厉害了 累不累啊 不累 比赛 开始 陈如风 获胜 我先步 马尼儿获胜 陈如风获胜 这一局 马尼儿获胜 这一局 陈如风胜出 马尼儿获胜 马尼儿获胜 本届武林大会决赛 即将开始 对阵双方是 朱飘逸和马尼儿 请两位登场 师哥 小心点 正好 放心 我会赢 宁儿 承让了 希望你全力以赴 不要藏实力 你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那就好 殷刘 这 走 以后不要再练鹰爪宫了 鹰爪宫 能吞噬人的良知 让人变得阴险 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 朱飘逸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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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你没事吧 没关系 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 师父 我赢了 我看到了 飘逸 你是我们太监门的骄傲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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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实在是没关系 他最近的地方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找那天的家伙 你这个洋鬼子还挺执着 我们朱师傅在里面交入太极拳 没工夫搭理你 怎么 难道你们这群废物还想阻拦我 快点走开吧 废物 站住 没事吧 朱师傅 这家伙他又来捣乱 放心 我会处理 照顾他 是 你叫了一群废物啊 走 你看他们那个傻样子 他们才刚学不久 当然打不过你了 快让他们去智商吧 像此我不熟悉你的拳法 所以才让我吃了一斤 不过回去之后 我仔细地研究了 你所谓的太极剑衣拳谱 而且还找到了你的漏洞 这次一定能把你打得像他们一样 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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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来 来 静就是动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听不懂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快就是慢 慢就是快 什么乱七八糟 怎么样 现在服了吗 你的中国功夫 为什么那么奇怪 出手太快了 和别人的不一样 太极拳的特点 其实就是变化莫测 趋势不定 所以谈不上什么变化招数 你的武功的确有所进步 而且我也看出 你的毅力和执着 但你的脾气太过着急 而且太极讲究的是 以慢至快 以柔可刚 希望你能够慢慢地领悟 好 承蒙赐教 不敢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教你太极拳 真的吗 你愿意教我 但是我不明白 你怎么会 我学了你的功夫 然后用你的功夫对付你呢 当然不怕 中国的功夫 只在强身健体 而不是互相打斗 制服别人的武器 你愿意学习 弘扬中华武术 我当然求之不得 若不嫌弃 我就收你为徒 教授你中国武术 如何 受徒弟一拜 难得你有这份诚心 以后要认真学习 多加练习 遵命 谨遵师父教诲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以后 杀独播剧场 什么人敢闯太极门 小子 我们的目标是猪飘翼 快让开 好狗不打到 怎么 你不敢跟我打呀 少废话 杀 如风 朱飘翼 你还真在这儿 给我上 这位就是太极门的掌门陈清泉吧 我等来此只为朱飘翼 还望您能尽早交出朱飘翼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 我的弟兄们会做出什么事来 尔等公然在太极门做乱 实在是过分 赶紧给我退出太极门 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不交出朱飘翼 我们怎么舍得离开呢 再说了 我还要领教太极门的厉害呢 等我 队长 队长 臣氏采集果然名不虚传 今天我不跟你计较 不过我们还会见面的 后会有期 走 队长 队长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想到台积门竟有如此高的高手 看来不能强攻了 队长都不抵他 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看来我们现在只能回去搬救兵了 急什么 再想办法 走 大帅 手下办事不力 没能夺会龙头杖 请大帅责罚 龙头杖 我都等了二十几年了 现在你把它放吧 你难道 让我再等二十年吗 大帅息怒 手下等 这次与他过招式 从他用的招式和拳法来看 手下可以判断 他用的是河南陈家沟太极门的太极拳法 太极门上下弟子众多 世代安树半分 但也不乏亡命之徒出来 投靠革命军 手下可以断定 诸葛法很有可能就是太极门的弟子 我们搜查了整个郑龙县 都不见朱飘义等人踪影 属下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到太极门避难了 太极门 河南陈家沟是属于谁的地盘 是属于河南一带的针法管下 当地有一个旅 旅长叫郑士康 他早年曾经在太极门学过武术 和太极门的关系十分密切 那你们几个去给我探探虚实 如果朱飘义果真在太极门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 是头是墙 总之把龙头杖给我拿回来 是 请大帅放心 属下一定亲手夺回龙头杖 下去 是 血厄 血厄 血路 血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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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帅 别来无恙啊 请张大帅入座吧 朱飘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就开始吧 稍等 今天这场比武 如何才能分出胜负呢 如果输的一方不认账 岂不是白忙活了 张大帅 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曹大帅 你 我都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 战场上输的一方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死 所以今天这场比武 应该改成生死决斗 您的意思是 这场比武 还得签个生死状吗 生死状 朴飘义哥 他们这是要置女云死地啊 是啊 朴飘义 绝对不能签 朴飘义 你要是害怕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朴飘义 你怎么看 如果你不想签这个生死状的话 我不会勉强你 既然我答应比武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晚 我同意 朴飘义哥 好 来人呐 上笔墓 古语 你现在上去阻止 也无济于事 可我不能让他冒生命危险啊 有的时候男人 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先走 飘义不会有事的 你妈 朴飘义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他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他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也是为了争一口气 我真是为了争双 我真是为了争双 这个诺度 是为了争双 我真的忘了 他死了 什么人 杨有理 迫耶 他也是为了争双 有失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算你躲得及时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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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忆哥 天忆 你受伤了 没事 张大帅 你的人好像不行了 你看是不是休息一下 给他疗伤啊 作为习武之人应当有武道精神 既然签了生死状 我看就得遵守 大帅 我看还是算了 我们练武之人应当仁慈宽容 我已经废了他的武功 如果再夺他性命 未免有失武德 朱师傅 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 那好 听你的 谢大帅 张大帅 救我呀 废 真给我丢脸 来人 把他给我抬下去 是 飘逸 真是好样的 这次 你可是为了你们陈氏太极争了光了 是啊 朴爷 我爹要是知道这事 肯定为你高兴 朱师傅 难得你年纪精精 就有这样的武学造诣 可真算是我们中华武学的骄傲 佩服 佩服 谢大帅 不过 不是我武功超群 而是太极拳本身博大精深 我所发挥的 只是他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对了 今天晚上 把宴席摆上 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 乐呵乐呵 好 你们先下去 是 队长 你 我 我已经成了废人了 马宁儿是个方八蛋 你千万不要去找马宁儿 你 不是他的罪手 队长 你 你好好养伤 你 马宁儿 你给我出来 马宁儿 马宁儿 你 我 你 为什么 你把我扯过 我扯过 他妈 是非 你不是 我扯过 我扯过 这颗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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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就是来娶你狗命的 你 你不是说杀了朱飘逸就来杀我吗 你怎么会败给朱飘逸啊 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 我会省了多长时间吗 门领儿 我知道你早晚回来报仇了 但是没想到会是今天 要杀我就动手吧 你 既然你这么喜欢死 我就来满足你 我现在就把你交给我的鹰爪供 全部还给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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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刘官长 刘官长 张灵海已经押着飘逸出发了 走 咱们跟我去 走 大帅 就是前面这个山洞了 陆航东 按计划行事 是 二连一班 带上炸药 随马宁儿和朱飘逸进山洞 是 马宁儿 朱飘逸 大帅限定你们一个小时之内 打开宝藏 否则我们就直接用炸药炸开 明白吗 行动 带上炸药炸银 炸怎麾 炸出造 某的木材 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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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走 快 报告大帅 黄金已经找到了 是 来人 到 带几个人赶紧进去查查 是 你们就给我走 现在怎么办 反正出去也是死 在这里也是死 我们就尽量拖延时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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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来 刘伍 你 有一个人没有人 我跟他说 我肯定是 痛苦 我肯定是 有几个人 东西 我肯定是 没事 有一个人 什么人 一定是想跟我抢黄金的 大帅 他们现在的兵力是咱们的三倍 咱们怎么办 在他们赶到之前 迅速给我抢到黄金 你亲自去 是 上班 来 上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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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er 大帅 朱嫖毅那小子把山都给炸了 什么 报告 冲我们来的是阳性的北伐军 阳帅 大帅 别冲动个大帅 他们的兵力比咱们多太多了 咱们先撤啊 大帅 撤吧 命要紧的 撤吧 撤吧 大帅 快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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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 你终于醒过来了 来 好 niew 我们杨将军不在 如果你想要见他的话 我倒是可以安排 但是我觉得 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我没事 我想找一个人 刚才山洞爆炸的时候 他和我在一起 我们已经仔细检查过了 现在活着的人 只有你一个 大帅 请 大帅 请 上海 老子很快就会回来 大帅 朱飘一 你还敢来见我 你不怕死吗 我是来跟你谈谈的 谈谈 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 我知道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谈 但是 我是代表杨将军来跟你谈谈 让他进去 杨兴他算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朱飘一 我离开上海只是暂时的 用不了多久 老子就会卷土重来 对 张大帅勇气可嘉 只可惜 有些不切实际 如果杨兴将军 在张大帅的眼里 真的不算什么 那大帅 就不会坐车离开上海了吧 大帅军费紧张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那十吨黄金现在 已经到了杨将军手里 不知道大帅您的军费 该如何解决 据我所知 大帅的几个部下 已经开始内讧了 那大帅靠什么 卷土重来呢 现在 杨将军的部队 从南向北 一路势如破竹 大帅 大帅 你是清楚的 而且实不相瞒 曹大帅 已经刚刚宣布 向杨将军投降了 什么 曹世坤这个王八蛋 软骨头 老子 朱飘夷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这里有杨将军的亲笔信 请大赛过目 请大赛过目 杨兴啊杨兴 你胃口还真不小啊 朱飘夷 我现在不会给你什么答复 不过 五天之后会给你消息 谢谢大帅 孙文先生曾经说过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制者昌 逆制者亡 大帅 你是个聪明人 飘夷等你的消息 告辞 走 放他出去 进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还不出去啊 是你 我就知道你没死 是啊 我怎么可能死在张大帅前面呢 说得好啊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 等我 我这个小人物值得张大帅等吗 从我见你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知道你是个有野心的人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 恨我又有什么用呢 你身边的人可都死了 你也成了太极门的仇人 不如跟着我吧 金钱 权力应有尽有 我已经是一个人的仇人了 你才能帮我 大阴小天就能杀了我 即便你能杀了我 你也是死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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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大帅 大帅